这天,西藏山南市克松村前的空地上,一场由村民自编自演的话剧正在上演。 话剧《农奴类》讲述了西藏民主改革前后,克松庄园农奴赤来多吉一家三代,从受压迫、受剥削到翻身做主的故事。 六十多年前,这个普普通通的村落是西藏大农奴主索康望清格勒的庄园,那时村里的农奴们没有人身自由,被视作会说话的牛马。 日复一日,背负沉重的劳逸,是农奴主可以随意欺无打压的对象。 1959年3月,西藏民主改革,百万农奴重获新生。 两个月后,克松村在西藏自治区工委的领导下,第一个进行民主改革。 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党支部,也自此成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。 如今,村落早已焕然一新,但这里的老人们仍会偶尔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苦难生活。 每天中午,82岁的扎西老人都会喝着清喝酒,在小院里晒太阳。 作为当年克松庄园的302名农奴之一,扎西出生在牛圈中,八岁那年就成为了一名农奴。 童年的事没有太多印象了,我只记得从八岁开始,就一直在给农农主没日没夜地干活。 以前早上最多也就只能吃一勺粘巴,一件衣服要穿很久的时间,都不敢伤病。 因为每天都要去干农活,有时候早上去干活,不小心迟到了,都会被农农主狠狠地用皮鞭抽打。 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田地,分到一处带屋顶的住所,是早年扎西最大的愿望。 1959年3月,民主改革开始,扎西成为庄园里反奴役、争自由运动最积极的一员。 改革后,扎西终于如愿以偿,回忆起分到房子时的复杂心情,她至今难忘。 民主改革的时候,当把土地和房屋分到我手上的时候,我感到幸福来得太突然了,有一点不相信,担心自己的土地和房子随时都会被收走,时间长了之后,才觉得心里踏实了一些。 半个多世纪以来,扎西老人的房子也换了好几轮。 如今,她和家人住在建筑面积三百多平方米的二层葬氏院房里。 小院阳光充足,绿衣盎然,四季有花。 最早的时候,我们家只有一间房,空间非常狭窄,一个人待在屋里,另一个人就要出去,只能进出一个人。 后来生活条件略好一些,我们家盖了四间房,随着孩子越来越多,近两年我们又盖了新房,现在一共有十二间房子。 今年58岁的达瓦,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。 相较老一辈,达瓦这代客松村村民,虽未经历民主改革的血泪抗争,但也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 20年来,她跑过货运,开过餐馆,做过建筑,拉过出租,而她的车也一直在变。 从运输商品的货运车,到接送游客的大巴车,从建筑工地的翻土车,到走街串巷的出租车,二十多年的换车季,见证了达瓦的致富史。 现在我不跑运输了,我的孩子都已经工作了,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,我的二儿子经营辆出租车,我自己也有一辆小轿车,平时我会带着家人出去兜兜风,旅旅游。 如今,小村的240多户村民家家户户住上了二层藏式院房,人均年纯收入1.97万元。 60年前,这个村落率先迈出了民主改革的第一步,而一假子后,他们仍在勤劳致富,追求幸福的路上大步前行。